德媒称,中国的反制关税打击了共和党票仓的七寸,美国农民在贸易争端中对特朗普失去耐心。 据德国商报网站17号报道,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继续升级,而这令美国总统特朗普越来越不舒服。 爱奥瓦州的农民不满意,因为他们不得不把猪头扔掉,此前农民们还能把猪头卖给中国。 专家预计,美国猪农的收入每年损失将超过20亿美元,甚至最终不得不放弃他们的生意。 报道称,在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几个月之际,美国总统及其政策受到的支持日益下降。 中国的反制关税打击了爱奥瓦州的七寸,该州的农产品出口在全国范围内排名第二,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。 民调显示,美国农业带对特朗普政策的支持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,但6月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52%。 报道称,美国政府正试图应对这一消极趋势,希望用巨额资助项目保护农民免遭贸易战的影响。 美国农业部长铺度希望,欧盟尽快启动从美国购买更多大豆的长椅,但美媒认为这对猪农没有帮助。 更多精彩新闻,现在今天的参考消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